2021广州车展让世界看中国 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展馆呢 是这次广州车展的新能源展馆 然后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然后在我旁边的这个呢 叫做这个自动挪车机器人 它其实主要的两个场景呢 就是一是能够自动的去挪车 第二场景的是去服务在一些充电站 来帮助车辆进行自己的移动 所以这两个场景之下呢 它又分拆出了无数个小的场景 那包括比如代客驳车 代客停车 立体行车场这种自动化的这种运输跟搬运 那么在充电领域呢 它其实有了两个大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呢就是类似于 当车辆在充电站已经充满电了 那它可以把车辆从电装的位置移到停车场 然后节约在充电站的这种有效的利用率 来提升效率 那么第二呢 其实提到的是一个叫做V2G的概念 其实这个概念已经在骑车行业有很多年的 这种技术的流传了 那它其实大概的原理就是说 这个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电动车 通过家用电来充满电之后 当您的车辆已经去公司了 在办公的场所 那么你可以把电卖给这种商业电 那么你可以算一算这种的利润 那么其实民用电的价格 可能是要比商用电变得会更低 能够看到它在没有版运之前 其实是一个一体式的 但是它当整个的机器人到了车辆的底部之后 它会做一个分拆 这一体式的机器人会变成了两个 那么分别去找前后轮也就是前后轴 然后进行抓取跟自动的托运 所以这边是一个正在演示的车 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看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看 这种所谓的自动运输机器人 有没有一些实用价值 其实它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帮助停车场 跟充电站进行一个整个站内的这种 空间轮转的提效 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很多车 类似于长期占用电装 或者说长期占用一些无效的停车位 那么这种自动运输机器人 其实就能够帮助一些 尤其是立体停车场 实现这种更高效的这种管理跟运营 所以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是 我觉得它至少是在充电厂的领域 是比较有应用价值的 因为现在包括很多像特斯拉的话 它其实也是在通过一些人为的手段 或者说提醒的手段 去让驾驶者去更加的关注 我的车辆在停车站的充电的时间 避免其实单车的占用车位的时间过长 那么有了这种所谓的自动运输机器人之后 其实就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了 那么刚才我们也跟品牌聊了一下 然后说现在目前整个这套的设备 正在跟南方电网在做进行合作 可能未来会在我们的线下 进行一些投放和运营 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你认为这套东西有实用价值吗